H-64187武装直升机 作为当今世界顶尖直升机之一 被誉为现代战场的决定性力量 这款由波音公司精心打造的直升机 不仅是台湾陆军的主力 更在美国军队中装备了超过800架 并被全球13个地区广泛采用 其强大的火力和多功能性 使得H-64187在现代军事装备中 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台湾的阿帕奇作战力量 于2018年正式成军 即原先的天鹰计划 虽然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 时长有些波折 但问题并不出在美国身上 之前就曾传出天鹰专案难以结案的消息 同时台版阿帕奇的维护经费 高达128亿 引发了广泛讨论 然而我们暂且不论这个价格是否高昂 关键在于 这款直升机能否在台湾本土 发挥关键作用 台湾四面环海 一旦发生冲突 地面战难以避免 而拥有直升机这样的装备 无疑是一大优势 尽管有人质疑 台湾土地面积小 坦克能快速抵达战场 但直升机的速度优势 仍是无法理你的 当然 从经费角度看 这笔支出确实惊人 目前台湾共装备了29架 H64-187直升机 数量虽然不多 但每架都经过精心维护 有军迷认为 这可能是美国在掏空台湾 纳税人的钱 但作为一名军事爱好者 我认为 H64-187 确实是一款强大的直升机 那么 它到底强在哪里 这笔经费又是否值得呢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H64-187直升机 特别设计 用于搭载多种武器系统 具备卓越的反装甲和反坦克能力 它能够挂载多达16枚地域火导弹 因此 在对抗坦克方面 拥有绝对优势 被誉为坦克终结者 与其他武装直升机不同 H64-187 并非仅仅作为地面部队的伴随火力支持 而是更多的着眼于填补固定翼攻击机 在反坦克领域的不足 其独特的设计 目的在于提升对目标的打击能力 以及面对多个目标时的作战效率 自1984年起 H64-187的第一种量产型正式服役 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 且最精密复杂的武装直升机之一 其观测和射控系统的性能 在21世纪初前 无人能出其右 无论是俄罗斯 还是西方国家的武装直升机 都无法与之匹敌 直至今日 AH64仍然是西方世界中 火力最为强大的武装直升机之一 从结构上看 AH64采用了前脚须四叶片须的 五尾悬翼设计 配备了双发动机 后三点轮式起落架 以及双轮纵列式座舱 其机体结构兼顾 特别注重在战场上的抗损伤能力 其武器系统同样先进 机身两侧各装有一个短翼 每个短翼设有两个挂载点 用于搭载各类武器 这些挂载点 能够装备M261型19连装2 75英寸海蛇怪70火箭发射器 护航260型7连装70毫米火箭发射器 以及4连装299型导弹发射架 用于挂载ATM-114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极大的增强了其在现代战场上的综合作战能力 在R-2项目的研发进程中 美国军方对空射反坦克导弹的需求 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时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部队 所主要依赖的BGM-71陶式反坦克导弹 已无法满足R-2项目的严格标准 因此 研发团队决定移入一种全新的反坦克导弹系统 并将地域火导弹作为该项目的核心部分 相较于其他导弹 地域火导弹在多个关键性能指标上 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 其射程高达8公里 使得装备了这种导弹的AH-64直升机 能够在隔壁陆军机动防空武器的射程之外 安全地进行攻击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地域火导弹所采用的半主动激光制导技术 这一技术的引入 意味着激光照明源 可以由其他有军飞机或地面部队提供 极大的增强了AH-64直升机 在发射导弹后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 在发射地域火导弹后 AH-64能够迅速转移目标 搜寻下一个攻击点 或迅速隐蔽 大大降低了被敌方发现的风险 同时 由于激光照明源的多样化 AH-64甚至能够同时对多个目标 发射多枚地域火导弹 从而显著提高了作战效率 此外 AH-64直升机 在火力配置上同样出色 其机手下方 装备了一门性能卓越的L230-1130毫米单管链炮 这款链炮的正常射速为每分钟625发 最大射速则高达1000发 炮塔旋转角度左右各达110度 机内载弹量在100至1200发之间 其主要使用的M789高爆穿甲双硬涂杀伤弹 能够有效击穿轻型装甲车辆或主战坦克的薄弱部位 如两侧和顶部 为直升机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援 在航电系统方面 AH-64A更是展现出了其无与伦比的优势 它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观测火控系统 包括NASB170目标获取系统和NATU11飞行员夜视系统 这些系统的集成使得 AH-64A在夜间和低能见度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从性能数据上看 AH-64A的长度为17 76米 悬翼直径为14 63米 高度为405米 悬翼面积达到了160 11平方米 它搭载了两台T700G701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65公里每小时 最高飞行高度达到6400米 这样的性能配置使得 AH-64A不仅在AH-64系列中脱颖而出 更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一款备受瞩目和近跪的军事装备 AH-64A的座舱设计独特 采用了一前一后的双人纵列式布局 正驾驶员位于后上方 而副驾驶员兼瞄准手则位于前方 在机身两侧的短翼上 AH-64A配备了四处武器挂载点 这些挂载点可以灵活搭载各类武器 包括激光制导的AGM-114地域火反坦克导弹 70毫米Hydra火箭 以及用于自卫的M92毒4导弹 这种多样化的武器配置使得 AH-64A在现代战场上具备了极高的适应性和多功能性 AH-64A的一大亮点 是其装备的30毫米M230链炮 这款链炮不仅射速惊人 更因其精准的火控系统和广阔的射击角度而备受推崇 它能够有效地打击多种目标 包括轻型装甲车辆和地面部队 称为AH-64A上不可或缺的武器系统 同时AH-64A的航电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目标获取能力和夜间作战能力 使得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中能够保持高效的作战效率 AH-64A的设计理念卓越而全面 不仅体现在其强大的武器系统上 更在于其卓越的飞行性能 它所搭载的两具通用电器T700涡轮轴发动机 为直升机提供了强劲而稳定的动力 确保了即使在极端环境下也能保持高效的操作 同时其优化的悬翼设计不仅提升了机动性 还确保了在进行复杂机动时的高度安全性 因此AH-64A不仅是一款火力强大的攻击直升机 更融合了先进的航电系统 卓越的飞行性能和多功能的武器配置 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 成为现代军事力量中的关键元素 H-64A的广泛应用证明了其卓越的作战性能 同时H-64系列的后续型号也在不断计划中 H-64B型号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项改良项 旨在替换AHEW海眼镜蛇攻击直升机 其升级计划包括安装全球定位系统GPS辅助的主旋翼 经过改良的导航系统以及更新的无线电系统 这些升级不仅提升了直升机的整体性能 还大大增强了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导航和通信能力 随后H-64C型号在1991年后期 经过美国国会的追加拨款后进行了一系列升级 H-64C的升级主要集中在武器系统上 通过增强火力配置 使得这一型号在火力上更为强大 这些升级反映了H-64直升机在不断进化中 逐步提升战斗能力和多功能性的趋势 作为一种强大的战争武器 H-64的军功和战绩同样令人处 其首次实战便是在1989年12月的巴拿马入侵中 伪军82世的11架H-64参与了逮捕曼牛尔 洛列加将军的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 H-64展现了其卓越的性能 成功完成了200小时的飞行任务 并发射了7枚地域火导弹 全部命中目标 然而 AH-64的真正考验 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在这场战争中 共有277架H-64直升机投入战场 凭借其卓越的射控机统 强大的机动力和火力 AH-64不仅摧毁了伊拉克庞大而笨重的装甲部队 还在一定程度上 超越了B-11和挑战者等英美先进主战坦克的表现 在1991年1月17日凌晨 联军在发动海湾战争的第一波空袭中 派出了两组H-64直升机打头阵 这些直升机利用夜色掩护低空禁机 成功摧毁了伊拉克境内的两座预警雷达及相关设施 随后联军上百架战机组成的空袭队 从这个由H-64打开的防空网缺口涌入伊拉克境内 大规模攻击了伊拉克的重要军事设施 从而正式拉开了沙漠风暴行动的序幕 在这次行动中 AH-64A共发射了约5000枚地域火导弹 击毁了大约500辆主战坦克 平均命中率超过了80% AH-64系列直升机的这些显著战机 不仅展示了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也反映了其设计和升级装备 高效精确作战能力的不懈追求 无论是在战场上的首次试炼 还是在后续的大规模冲突中 AH-64都证明了 自己作为一种先级武器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这些战机和技术优势 使得H-64系列直升机赢得了军事界的广泛认可 并成为了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这也是台湾购买它的重要理由 在技术层面上 H-64系列直升机的不断升级和改进 正是对军事科技快速发展和作战需求变化的积极响应 比如AH-64B型号引入了主旋翼和全球定位系统 极大的提升了其机动性和导航精准度 同时经过改良的导航系统和全新的无线电系统 使得该直升机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 拥有了更强的通信能力和作战适应性 这些技术革新不仅强化了AH-64的生存能力 也显著提升了其整体作战效果 波斯湾战争中 AH-64的出色表现令人瞩目 其广泛的战场应用和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绩 充分展现了其强大的作战能力 其中有一架AH-64连续发射七枚地狱火导弹 精准摧毁七辆伊拉克坦克的壮举 更是凸显了其战术优势和武器系统的高精度 而在另一次重要战斗中 美国陆军299航空旅的AH-64直升机编队 一举击毁了50辆英军装甲车 这些战机都得益于地狱火导弹的强大威力 充分证明了AH-64在现代战争中的不可替代性 在2001年9月11日后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中 H-64直升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阿富汗装甲力量相对薄弱 H-64A的主要任务 是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和深入打击 其高效的作战能力 再次证明了其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 然而在阿富汗战场上 步兵部队也开发出了一种 针对AH-64A的反直升机战术 他们利用大量成本低廉的RPG火箭炮 对AH-64编队进行攻击 尽管RPG的精准度不高 且并非专位打击飞行器设计 但其自毁装置引发的弹头爆炸释放出的破片 对AH-64编队构成了严重威胁 2002年3月的一次行动中 多架执行火力支援任务的H-64A 被RPG破片击中 受损严重 不得不返回基地 这一事件说明 即使是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也可能遭遇简单而有效的战术挑战 敌人往往能利用最朴素的方式 达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效果 但这些挑战并未阻碍 AH-64阿帕奇直升机 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主流装备 其卓越的性能和强大的火力 在全球范围内都赢得了广泛认可与尊重 AH-64系列直升机 在设计时 不仅追求武器的强大威力和精确度 还着重于提升对抗战损的能力 和适应多变战场环境的灵活性 这使得 AH-64即便面临出乎意料的战术挑战 依然能稳固其战场上的核心地位 回顾历史 AH-64阿帕奇直升机 在各大战役中均展现出了 其卓越的价值 从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到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支援 从复杂环境下的可靠性 到应对非传统战术的灵活能力 AH-64充分展现了其作为一款高效 多功能的军事平台的所有优势 这些优势不仅体现在其技术规格上 更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面对阿富汗战争中 步兵部队采用的简单 但有效的反直升机战术 AH-64的设计和操作团队 迅速展现出其应变能力 他们通过调整战术策略 提高飞行高度 增强编队协同作战等方式 有效降低了RPG火箭的威胁 这一能力的展现 不仅是对技术和战术创新的最好证明 更是对AH-64设计理念的重大考验 在多变且复杂的战场环境中 AH-64的高度适应性 先进的电子战设备和强大的火力 再次证明了其在现代战争中的不可替代性 此外 AH-64直升机在其他国际冲突和军事行动中 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在城市环境 还是在传统战场上 AH-64都凭借其卓越的可靠性 多功能性和高效性 成为了全球军队的宝贵资产 总而言之 AH-64阿帕奇直升机 不仅是军事技术的巅峰之作 更是现代战争理念的完美体现 它及高度集成的技术系统 灵活多变的作战能力 和应对各种战术挑战的能力于一身 这使得AH-64能在各种战场条件下 发挥最大效能 无论是高强度的传统冲突 还是非对称战争环境 H-64都能胜任上级交付的作战任务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期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